大家好,歡迎回到《軍武器言》 今天想說的是 習總昌百年中國夢 海軍西太平洋暴力崛起 精彩內容,別錯過 歡迎大家回到《軍武器言》 我是李主持Larry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中國海軍的發展 中國海軍的發展近年大家見到很長足的發展 主要來自於因為習總上台 習總上台之後,他發覺要有中國夢 他提倡了中國夢,當然有幾樣東西處理 第一個就是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相信跟經濟政策有關係 把過多產能走出去 常見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鐵路,一些基礎建設的情況 為了配合他這個策略 大家會看到有一個銀行的組織彈出來了 那個是以中國為首 總部設是北京的 這叫AIIB 亞洲開發國家銀行 亞洲國家開發銀行 不記得中文嗎? 英文叫AIIB 當然很多國家來英國當時 就叫做背叛了美國 加入了之後 很多歐洲國家就相繼加入 變成一個陣形 看起來當時挺好的 主要中國就是一個大股東 他扮演一個世界銀行組織的角色 在亞洲市場發展 這是其中一個科水的機構 在這裡的一帶一路當中 當然可以看到一帶一路裡面 也建設了很多不同的海上軍港 我們之前都說 例如斯里蘭卡 一個叫做漢班托塔港 另外就是緬甸的叫做狡飄港 狡飄港甚至鋪石油管道入雲南 孟加拉也是吉大港 然後吉布提就佈置了海外基地 甚至乎跟伊朗密約之後 查布朗的位置 查巴克的位置 似乎又會剩下一個軍港的情況 看到真珠鏈的戰術 當然不可以少到他們的兄弟 巴基斯坦、瓜達爾海港 你看到這些海港都是方便 習近平接下來就走出去 他用什麼走出去呢? 陸軍就很難走出去 所以一個就是海軍和空軍的情況 空軍暫時就沒有去到那麼遠的拳頭 伸到那麼遠 所以他們就利用他們的海軍 大家看到了 一連串的戰術來講 都是彰顯中國夢的情況 中國夢是指導思想 而實際的手段 其中一個就是透過經濟 另一個是透過軍事 軍事主要就是透過海軍 所以我們今天講海軍的論述 就是由中國夢的情況開始 我們講到中國夢 當然他們的意思就是 可能是恢復回來 漢唐盛世時的中國 即將他們的思想傳揚出去 當時的思想和現在的思想 我相信是有點不同的 Anyway 現在他們的海軍 大家去看他們的建設 主要我們要從歷史的角度去出發 這張圖想和大家講一講 他們現在的夢想 第一個要稱霸了這個黃色區域 這個區域 大家看到這個區域 包括什麼呢? 包括渤海、黃海、東海和南海 我們經常講四海之內皆兄弟 四海變四海 我小時候以為四海是代表太平洋 大西洋、印度洋、大西洋 那些洋很大 海就是這四海 這四海來說 渤海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中國的內海 美國很少會進來附近 但黃海就不能稱為中國內海 因為黃海的覆蓋範圍都很大 包括立韓、北韓、中國、日本有少少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這麼說 一個比較國際水域 東海更加是 東海更加是很多國家 例如南韓、中國、日本 甚至台灣都有覆蓋到那個區域 南海更加複雜 大家看到南海 牽涉到東盟十國內 都很多國家 例如前沿的有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 甚至新加坡都有少少的位置 所以整個南海其實是比較複雜的情況 但看來中國夢的指導思想要稱霸四海 這四個海都要首先由中國海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如果他們真的要掌握在他們的手中的話 他們就要看看究竟他們有什麼能耐做這件事情 我們看看下一張圖 下一張圖為大家解說了 現在的海軍發展情況 看看海軍軍艦 主要有三條線 一個是現代潛艇 一個是現代護衛艦 以及現代驅逐艦 首先你看1985年 一共二百 什麼鬼都沒有 然後慢慢上升 你看到1990年的時候 開始發展了一定的情況 當時引入了俄羅斯一些艦艦 當年是051 即有四隻現代驅逐艦 都很舊的 但對中國來說 那四隻當時叫四大金剛 是很厲害的 中國當年沒有現代軍艦 所以非常好 甚至當年收復赤瓜支援時 都用舊的軍艦 所以你看得出 即使他出去打仗 都拿不出這些好的船 當時四大金剛很厲害 四大金剛當然是大肆研究 慢慢製造了一些新的軍艦 代表作當然是現代驅逐艦 例如052C 這是一個代表作 大家看到現代潛艇 大家有沒有發現 理論上90年之後 他都穩步成長 但他的爆炸性的位置 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2005年左右 突然呈現這個爆炸性的增長 這個爆炸性的增長 你就要看歷史的契機是什麼 2005年當然就是 首先已經入了世貿 入了世貿 4年、5年的時候 第一 經濟實力當然有大幅增長 所以當年投入的軍費 亦都開始大很多 投入軍費大了自然海軍 能夠分到的餅仔很多 海軍分到的餅仔多少 其實都挺驚人的 當年有印象 有一年是370多億美金 一跳跳去500多億美金 當年的跳躍是非常之大 我不肯定是否是2005年 大家看得出 從此2005年之後 你看到2010年的成在曲線 很多人害怕 非常之大 尤其是潛艇和護衛艦 護衛艦第一 就是細小一點 容易做 技術要求不高 現代潛艇 因為這是中國的國策 它會走回蘇聯紅軍的國策 始終潛艇都牽涉到國家安全 所以必須要先做 你見到它當年 傾全國之力 1970多年的時候 都做了核潛艇 這個叫091漢級 雖然有吵吵吵吵 但它無論如何都要做 而它做的時候 其實它拉的時間都拉得很長 因為它保證 第一屆做得好 有機會我們再講 說說091的發展狀況 好嗎? 我們在其他專心再講 今天就不太多詳細論述 你見到現代驅足艦 基本上它都要去到 大概2015年之後 你發覺爆炸式的增長 當然大家都明白為什麼 因為現代驅足艦 可以這麼說 是現在海軍的主力 當中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研究和發展 技術含量比較高 你見到終於去到2015年之後 比較成熟 例如我們說052C 當年發展成熟之後 就發展到052D的情況 而052D慢慢 亦都被摸透之後 就可以發展到現在大區 我們叫055大型驅足艦 所以你見到 驅足艦這條路曲折 但是 就好像經常都大陸 他們說是落餃子 不停落落落地加進去 當然很多海軍來說 都有點羨慕 他可能只做一年的軍艦 他的能量都超過很多國家海軍的總量 非常誇張的情況 在這個位置終於可以做到 習近平想要的超英趕尾情況 超英就應該超過英 現在我們說過英國海軍水面艦的數目 跟總燈量有一點點不同 所以我們都會看 很多時候都會看 總數量的情況 你看到現在 總之anyway 你看到爆炸式增長 這個位置就讓大家看到 那個support 究竟中國的發展是如何的 當然 大家就會看到下一張圖 你會看到 這個就是習近平想看到的東西 這是百列航母夢 這是航空母艦 對於航空母艦 本身 在我們的角度看 航空母艦未必是必須的 因為對於海防建設來說 首重防衛 如果以防衛來說 我想最好的武器 都不會比潛艇好 所以潛艇某程度上 是一個海軍 即是它要建設的指導思想 其中一個 水面艦不是不要 但是潛艇 基本上它可以做到功能太多了 即是可以封鎖一條航線 以及可以安全地作出一些戰略反擊 例如我們說 彈道導彈的反擊 尤其是核武的時候 這是非常強勁的反制武器 所以你問我 我如果是海軍部長 第一個一定是發展潛艇 航空母艦這些東西 有肉吃就吃 但是中國國勢開始好了 即是你見到 由入世貌之後 所以它一定要大力發展海軍的時候 水面艦艦是其中一個目標 水面艦艦也有一個好的 就是大家看得到 看得到的話 可以宣揚國威 以及某程度上 地區有衝突的時候 如果開一艘航空母艦過去 人家的國家都要收一收聲 當然 中國發展的航空母艦 現在有一定的發展 例如你看到它 首先第一個就是國產航母 當然你說它有多少國產 我們都不敢說 例如它那個蘭佐索 是否中國自己製造呢? 我們都相信也是 因為它當中有些俄羅斯的技術 看看它有沒有機會吸收到日本的蘭佐索技術 因為日本的蘭佐索技術 其實在世界上也算頂佔 相當不錯 看看它有沒有吸收到 接下來有什麼機會 另外就是藍著機的問題 這個我們本台都說了很無數次 藍著機的問題是非常難解決的 最快的方法是引入人家的藍著機 這個最快的 你說要去clone別人的藍著機 就會比較難解決 自家發展 例如它接下來是否真的放棄這個殲15 接下來就放棄他們所說的FC31 殲20是不久的 殲20是不太快的 殲20是不太快的 可以上到藍的 所以如果急就張 可能是FC31 便會變成他們的殲31 國內很有趣 他們有個盒子叫做殲35 真是很奇怪的 Anyway 你看到現在的白列航母的夢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另外大家可以看這張圖 這張圖其實是讓大家支持看到的 上年而已 這是海南論壇的時候 在附近 這張圖是四十多隻的大艦小艦 全部出來 這張圖 大家看到中間的就是001國產項目 這張圖應該是遼寧球 當時這條長蛇給我感覺就是等死 因為這樣排法是非常古怪的 這樣拍張空拍圖 很好看 一條長蛇 我比較喜歡矩形陣 零形陣的擺放 但是怎樣說都好 這樣的陣非常適合什麼呢? 非常適合巡航的戰機發射的巡航飛彈 這樣轟炸距實在太完美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陣勢 我不太知道這些叫什麼陣勢 就是曬冷的陣勢 或者是給央視 航拍拍圍 衛星看圖 看上去是挺好看的 因為這條長蛇 一致長蛇陣 但是側面看得到 中國現在發展的勢頭 其實是非常之強的 另外也看到現在的海軍陸戰隊 他們的發展 海軍陸戰隊由陸軍抽調出來 現在他們的規模大概是1萬人左右 大概是一個C左右左右 看看他們接下來再後續的發展 因為這個海軍陸戰隊 其實都很幫助到他們 這個兩棲登陸的情況 大家知道他們兩棲登陸有兩個目標 一個是台灣 一個是南海 南海其他島礁 看看他們是否真的會 例如看著菲律賓 例如說中葉島 看著越南西沙剩下的島嶼 他們是否真的會去攻擊 真的想登陸佔領呢? 最近說到東沙演習 接下來8月的東沙演習 是否會搶奪東沙群島呢? 這也是一個焦點所在 但大家都知道 總之習近平一定對這島礁的重視程度非常高 所以在這島礁上 都放了很多軍事化的設施 包括我們說把機場跑道加長 例如說去到3000米 這個就適合民航、軍用 所有的飛機的情況 無論是大型轟炸機 我們說加油機 加油機中國就少一些 一些電增機 戰機全部都適合的 另外上面會再建機庫 據說在七角招上已經有72個機庫 72個機庫當然不是全部戰鬥機 有些是轟炸機 有些可能是加油機 或者不同的機 如果我們說戰鬥機 我估計大概40座左右 相對來說 這就是中國的短板 空中掩護的力量 似乎不是太足夠 所以如果建立中國百列夢 這個海軍 某程度上 還是差一點點 但是 今天大家看到習近平 在海軍的軍艦 你都要看到他 因為他可能 算不算是海軍 現代之父 不斷把中國海軍 不斷加強他的力量 當然看看可不可以延續 一帶一路的軍事威懾 我們會看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過 2030年的分析 中國的海軍 和美國海軍 如果不其二遇 究竟天平會傾向哪裏 很多分析都會說 傾向中國 甚至美國的智庫都會說 當然是中國 因為很厲害 所以大家都需要去分析 不要這樣聽人說 有幾個情況 我們都會在及後的影片說 一個就是中國的海空軍的力量 有少許不是太平衡 如果現在大力發展海軍的同時 空軍的力量似乎還未跟得上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欠缺了海外基地 在中國周邊附近都沒有什麼盟友 所以也沒有什麼空軍基地 可以適合他們部署 第二個就是他們空中加油技術的問題 令到他們的作戰發位是停滯不前的 這兩個問題的困擾似乎都挺大 第三個就是中國的引擎 或者你喜歡叫發動機都可以 他們的技術 始終這個安全的隱患 都是未解決的 所以這三個部分是約制了 中國現代空軍的發展 但是如果中國現代空軍的發展受阻 其實海軍的發展一樣會受阻 因為大家知道航空母艦的誕生就是為了在海洋上爭奪制空權 中國如果不能在海洋上爭奪制空權 某程度上他們的攻擊範圍就會受到影響 這個我相信我在另一節會和大家分析 另外我獻給大家一個分析就是中國海軍的增長數字 這個我也應該會做一集給大家 或者我會做一個PATREON會員轉向 大家PATREON會員就留意了 如果我做PATREON的話 我都會發出一個notice給大家 大家可以多多訂閱 如果大家不小心第一次聽我們的Youtube頻道 請訂閱 我們就有些詳細的分析可以給大家 以及大家分享出去 因為我們這些分析很少 但也不多用 另外如果有KOL想去徵用我們的軍事資訊 其實你可以直接PM我們 我們有些位置都會為大家同行作出一些幫助 請你不要就這樣拿走我們的結論就走了 這不是太尊重我們知識產權的情況 可以的話你可以給我們Credit 我們都收貨了 不然可以買我們一些資訊 我們都會提供的 另外大家知道我們有一個 君武老虎的贊助計劃 其實很簡單 因為PATREON會員頻道 5元美金,30多港元 每個月可以支援本地製作 大家支持廣東話,支持香港 好,我是你的主持Larry 希望在其他節目再和大家做個分析 拜拜